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03年的时候确实出过一款潘石石磨 那个是一个第一版本的颜色冲突 那个色彩也是不错 好 那么这个版本在帽子书里其实是没有出现过的 那么是在动画片里的话 是在Dick Animated里面的第15集里面 General Confusion里面 那么那集的话我们前面也介绍过 其实名字的话应该翻译成将军号的困惑 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章回 那么里面的话像鬼火和沙漠蟹也有所登场 好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玩具之后 那我们先看这个玩具的纸品了 就有典型的信息 好 来看一下这个纸品 这个纸品的话就是这个潘石蛇魔的美版的包装 上面写的定价是3块1万2 那是当时的价格 那么它的名字的话叫做Rock Viper 他是原始的一个山地战士 那么这个人物的话 其实是适合量产 那么也是一个部队 那么这个角色的话 是留着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小胡子 插花里面的头部的话是比较尖 而玩具的时候的话确实是没有这样 幸亏没有这样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确实比较难看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插花的话是一个偏红色的这么一个玩具 那么身上的话是装满了这个配件 包括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山地小背包的一个组装说明 好 翻过来 上面是很多角色的一个介绍 这个地方是一个印花 然后上面的话是一个人物卡的介绍 代号是Rock Viper 就是潘石蛇魔 他人会的一个山地战士 那么身上的服装的话是防滑 具有这个山地迷彩 并且的话还有这个导弹进行加以火力输出 好 还有一个钢钩进行一个攀爬 那么潘石蛇魔的话 他还可以翻过任何的障碍进行一个火力的打击 通过他这个后背的背包 那么在他结束培训那天的话 所有的这个候选蛇魔们将会被直升飞机放在一个山顶 这个山的话是500英尺高 相当于120米 那么非常的陡峭 那么他们只会被配挤这个250英尺 相当于这个60米的绳子 那么也就是说只能降到这个半山腰啊 那么他们自己想办法降到这个山底 基本成功力的话 只有50%的人才会最终成为这个潘石蛇魔 所以说他们或者抢别人的绳子 或者就是直接徒手爬下去 或者的话就是直接摔下去不死 大难不死的话成为这个Rock Viper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队伍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日本身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玩具本身 它的这个配件的话还是比较丰富的 一个这个小的手枪 那么后面的话是一个大的狙击枪 那么还有一个背包 我们分别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小手枪部分 好的 那么这个小手枪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防滑措施 更像是一把钉枪 那么在这个岩石攀爬的时候的话 可以把这个钉子 那么钉在这个悬崖峭壁上 那么跟绳子进行一个结合 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把小手枪 好的 然后的话呢 我看一下这个狙击枪 好 那么这把狙的话呢 其实是这个源自于这个Coach PSG1 这个希德的一把这个狙击枪啊 那把枪的目的的话 就是为了远距离的一个精准打击 那么是从一个1972年开始服役 那么它的有效射程的话呢 是1000米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鞠 这个小鞠的话呢 是可以放在这个背包的后面 进行一个很好的收纳 我们可以这样横着放 那么也可以这样竖着放 在攀爬的时候的话呢 是不影响进行一个攀爬了 好 那么小枪上面的话呢 是有很多这个细节的刻画 上面这个是一个瞄准镜 那么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防滑措施 在这个山上的话呢 这个防滑是非常的重要啊 好 那么动画片子的话呢 这把枪其实是一把激光枪啊 那这个地方呢应该是一个激光的一个补给啊 一个能量的一个备注 好 我们看一下这把枪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背包 这个背包的话呢 其实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攀爬的小钩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有一根管子 跟头部进行连接 那么头部连接的目的的话呢 主要就是为了一个瞄准发射了 因为背包上面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导弹 我把它先给它拿下来啊 好的 这个背包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精巧的背包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一个爬钩 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看一下 好的 这个绳子的话呢 大约是40厘米长啊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小钩子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滚轴 我们可以把这个绳子的话 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缠绕 就像这样 好 那么缠好之后的话呢 就像这样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有两个小槽 可以把这个抓钩的话呢 是放在这里 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收纳啊 好 就像这样 好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导弹的一个刻画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不能把它拿下来啊 但是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精巧的刻画 是一个镂空的一个刻画 这个导弹的话呢 其实是和腿部这个导弹的话呢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只不过大小的话呢 是比这个稍微大一下 这个也很难得 因为一般的话呢 配件的这个设计师的话呢 跟这个小设计师的话呢 它的这个模组师是不一样的 那么能做的一样的话呢 也是比较的不错 好的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小柜 这个小柜的话是可以跟头盔呢 进行一个连接 通过一根管子进行连接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小人部分 好的 潘神舌坡的话呢 它是一个山地战士 所以说到它的迷彩的话呢 是这个山地迷彩 是这个黄色加黑色 配合一点点红色 非常的显眼啊 那么头部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 那么这个人物的话 其实本身是一个 可以量产的一个角色 那么加上一个小胡子的话呢 还是比较有个性的啊 好 那么头盔的话 后面一个小揪 可以跟后边这个背包进行连接 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 一个绿色的一个护目镜 可以进行一个 头盔的电脑测算距离 进行一个发射背包里的导弹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身躯部分 身躯部分的话呢 首先的话是12345 有5个小兜 可以放一些这个登山物品 然后上面的话呢 是有几个子弹的刻画 好 那么两个手部的话呢 是有两个手甲的一个保护 好 那么腰部的话呢 是一个红色的腰带 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小胖的一个细节刻画 那么腿部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作战匕首 好 这边的话呢 是一把手枪的刻画 是放在一个枪袋里面 那么右边的话呢 是三枚导弹 跟背包的话呢 是一样的刻画 那么腿部的话呢 也有这个腿甲的一个保护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小子 非常适合量产 好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灭文 它的灭文的话呢 是在后面我们时间看一看 这是一个made in china 然后它的这个年代的话呢 是在大腿内侧 是一个1990年的一个玩具 好 我们看一下 可动性头部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前后的移动 可以进行一个左右的移动 和左右的微白 手臂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旋绕运动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手臂的弯折 可以进行一个躯臂的运动 那么腰腹部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左右的移动 因为里面的话是一个小皮筋 可以进行一个前后的移动 和斜前方的一个移动 腿部的话可以把它向上打直 可以进行一个膝盖的一个弯曲 这是一个可动性非常强的一个小玩具 好 我们把它配件装上 首先的话呢 是这把小手枪 然后的话呢 是这个背包 然后的话呢 是这根管子 好了 最后的话呢 是这把大枪 好了 这我们今天的测评 它的名字的话叫做潘石蛇魔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山地战士 那么它的配件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 非常适合量产 好 那么这我们今天的测评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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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跟我们在评论下期间留言 我们进行一个玩具的交流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